那另外再跟我们的这个 唐会计师再请教一提 他说他今年收到 海外亲友超过10万块钱的一个赠予 那他想说 我今年2021年的1月收到的 那报税的时候 我应该要今年报呢 还是明年再报 这可不可以请我们的这个 唐佩英会计师也帮我们解答一下 应该是 如果是2021年1月份收到的话 那应该是在明年4月15号之前 2022年的4月15号之前来申报 来报这个form3520吗 对 好的 因为我们每一年报税都是已经完全那一年 全部过完了以后 下一年度才有来报这个当年度的 好的 所以他是1月份收到 所以绝对就是算成2021年 所以你2022再报就好了 除非你是2020年12月底收到的 那你就要算21年4月15号 现在延税了延到5月份嘛 5月17吗 5月17 对 那时候才要报 是的 好的好的 这个也没什么 就申报一下就好了 而且不用缴税嘛 因为外国人送给你是不用缴税嘛 是不是 是的 是的 好的 再次谢谢我们的税务专家 谢谢我们唐佩英会计师 谢谢